在西指大同路三段与长安路口也就是货柜专用道桥下 因为路口不宽再加上有大货车连接车在这里回转 行人过马路好危险也曾经有大车查状行人的意外发生 所以六号上午相关单位人员就到现场会刊 地方也希望这个路口能够取消大行车回转保障行人安全 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不过大同路上的大车却不少 西指大同路三段与长安路的这个货柜专用道桥下 因为临近货柜场不少大货车甚至连接车都会在这里回转 在路不宽再加上回转半径有限的情况下 除了会跨越对象车道影响停等车辆安全之外 严重时甚至差撞到行人 社区的这门口这个十字路口因为那个比较窄小 经常有那个大型的货柜车砂石车在那边回转 曾经我们的租屋有被那个插撞到的那个惊险画面 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反映给里长 希望里长来帮我们帮我们那个解决这个问题 有设置回转道 因为它的整个的深度跟宽度不足 回转半径不够 如果大型车辆在这边回转的话 会影响到行人跟这个往湖土方面的这个车道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要求相关单位来办今天的会刊 有时大车一回转过来 靠近社区这一侧根本已经到了人行道边 甚至转不过来造成后方车辆回渡 所以六号上午包括里长市府交通局 警分局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就到了现场会刊 地方也希望这个路口能够禁止大车回转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大的客车或者 由大同路三段跟中校东路口那边来实行回转 这样比较恰当 我们现在交通局跟新北市政府这边 大家研究的结果应该是采取里办公室这边的看法 来作为一个实施的一个依据 再往前一点就是大同中校路口 路幅比较宽 大车回转也比较方便安全 所以惠刊也打算取消大型车在大同长安路口 这里回转保障人车安全 接着陈慧琳希致采访博道 我们下车回转保障人车回转